第66章 七情 许其安推开卧室的门 空气中弥漫着清幽的檀香 屋内漆黑一片 没有点烛 他借着外室透出来的微弱灯光 走到桌边 碾亮了灯芯 然后再把床榻边的两排蜡烛 逐一点亮 一簇簇明艳的火苗燃烧 艳心静谜 艳头跳跃 驱散着房间里的黑暗 这时候 他才有时间去观察洛玉恒 松软的紧踏上 他穿着道衣侧握着 衣上下有着成熟 女子动人曲线 许其安的目光从下往上移动 首先是一双白皙的狱卒探出裸裙 足形优美圆润 足指仙巧秀气 玲珑精致 宛如世间最顶级的狱气 让人忍不住 想要握在手里把玩 而后是腿部曲线 一路上扬 到臀侧为巅峰 小腰处骤然收束 好一个浮屠有致 曲线曼妙 许其安内心感慨着 目光略过雪白修长的预警 停留在洛玉恒如花似玉的脸蛋 他似乎有些热 脸颊泛着红韵 出了一层细汗 烛光下 晶莹润泽 他的青丝在软枕散开 有种肆意的美 国师 许其安在床边坐下 低声呼唤 骆玉恒动了动擒手 尼南般地吐出一句话 池子 带我去池子 池子 是指温泉池吗 他揣度着骆玉恒的意思 又听他尼南道 池子能化解我的夜火 许其安多少听明白了一些 他平时是靠某个池子化解夜火的 四 好烫 这是烧糊涂了 他伸手按在骆玉恒的额头 一片滚烫 他体内仿佛有烈火在灼身 烧得白 嫩的肌肤变成了嫩红色 国师 国师 许其安呼唤了两声 骆玉恒依旧神志不清 对他的呼唤没有反应 这让许其安感到为难 助骆玉恒平息夜火 其实很简单 只需以地宫中的双修秘法 用气韵取代气机 在两人体内以周天运转 便可浇灭他体内的夜火 可双修毕竟是两个人的事 单凭一个人很难完成 呃 我在地宫里看到的双修图 虽然大部分是需要两人配合修行 但确实存在一方主导的 想到这里 许其安不再犹豫 单手按在骆玉恒的肩膀 明显察觉到骆玉恒胶躯一僵 余光瞥见 他秀拳悄悄握住 装的呀 至少一半是装的 许其安一愣 忽然有些明白 他刻意等到现在 就是为了让自己夜火缠身 只剩为数不多的理智残留 这样 他就被动完成了双修 而不是主动循环 小心思还真多 许其安心里嘀咕 他知道 这是骆玉恒身为人宗道手 最后的矜持和骄傲 他回头吹熄蜡烛 踢到靴子 正要上床 一双小手撑在了胸膛 伴随着骆玉恒滴滴的声音 不要 这声音是如此的复杂 夹杂着胆怯 忐忑 欲惧还休不情愿 以及一丝哀求 骆玉恒不知何时 睁开了眸子 在黑暗中与他对视 相顾无言了许久 许其安低声道 别怕 有我 骆玉恒凝视着他 默然许久 撑在他胸膛的 手边的绵软无力 许其安多少能理解他的想法 胆怯和忐忑 恐怕只有夜火灼身时的他 才会表现出最柔弱的一面 平日里断然不会这般 不情不愿的欲惧还迎 则是因为骆玉恒对他有好感 认可他 甚至决定往道理发展 但两人毕竟没有真的达到 水到渠成的地步 这场双休 是迫于形式 半推半就 因此 见在闲上时 他会本能地抗拒 许其安捏住背脚 用力一抖 哗啦声里 棉被扑开 遮挡了一切 接着 被窝里忽然发生剧烈的挣扎 持续片刻 停了下来 然后 一条腰带从里面棉被缝隙里丢了出来 随着腰带被丢出 被窝里不知发生了什么 又开始剧烈挣扎 然后平静 一条绸裤被丢了出来 很快 床边的地面散落着许多衣物 包括女子私密的贴身衣物 半个时辰后 黑暗里传来 骆玉恒冷淡的声音 别贴着我 滚开 小姨 你这是 再向我诠释 什么叫世前锋如魔 世后圣如佛 许其安挑了挑眉 胸膛紧贴着小姨 光滑如您之般的预备 他的琴鼓终于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疯狂攫取情欲的力量 茁壮成长 另外 双修是互补的 骆玉恒借他气韵平息夜火 许其安也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他的丹田契机浑厚了些许 要知道三品之后 吐纳对气机的增长已经微乎其微 许其安踏入三品后 修为就在没有精进 如今和骆玉恒双修 他看到了修为精进的希望 尽管风魔钉限制了他的修为 可将来有朝一日 总是要解开的 许其安搂着骆玉恒的小腰 绣着发丝间的清香 低声道 继续修炼 骆玉恒端着二品的架子 淡淡道 走开 还说王妃傲娇 你也不比他好到哪里 许其安挑了挑眉 忽觉某处一凉 骆玉恒箭指点在那里 睡 睡觉吧 许其安默默后缩 离他远远的 两人在屋交流 呼吸平稳地睡去 大概两炷香时间后 一具滚烫的身体靠了过来 骆玉恒低声道 夜火重燃了 仁宗的夜火深入骨髓 岂是一次两次就能浇灭 许其安早已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但他蔫坏 记着骆玉恒刚才高冷姿态 便非非笑道 不行了 我体力不支 今儿休不成 明天夜里再说吧 骆玉恒似乎不屑开口求欢 用光滑细腻的身段蹭了蹭他 笨拙地引诱 许其安心如止水 就是不碰他 双方僵持了一刻钟 骆玉恒皮肤火烧火燎 脸蛋驼红如醉 夜火灼烧得难受 红润小嘴里 时而吐出几声甜逆嘶哑的阴姐 别闹了 国师的声音从枕边传来 沙哑中带着称怒 称怒中带着软茹 唯独没有以前的清冷平淡 强势的女人 一定要在七天的双休里征服你 许其安舔了舔嘴唇 低声道 国师 我与你讲个笑话 停顿一下 说道 在很久以前 也是这么冷的夜里 一碗冰镇酸梅汤离开了冰块 出去玩耍 玩着玩着 他发现自己碗里的冰融化了 于是哭着回去找冰块 你猜冰块跟他说了什么 骆玉恒黑亮的美眸望着他 许其安不卖关子 低声道 冰块说 上来自己动 说吧 他期待地看着骆玉恒 等待他的反应 骆玉恒冷冰冰地望着他 牙缝里一字一句吐出 许 七 安 国师 我说笑而已 许其安能屈能伸 他随之压了上去 却遭到骆玉恒剧烈反抗 冷艳地美人板着脸 温软如玉的小手 紧紧撑在他胸口 每次许其安试图靠近 就被他推开 他生气了 耍小性子了 许其安孤住他的手腕 一番拉扯纠缠后 骆玉恒就不反抗了 赌气似的把头别向一侧 黎明破晓 骆玉恒披着袍子 推开窗户 任由寒风灌入房间 吹起他凌乱的绣发 吹起他的领口 血腻若隐若现 他正正地望着 东边微微发白的天际 回想着今夜发生的一切 恍然如梦 首次以气韵浇灭夜火的喜悦 出场道履滋味的感慨 怅然 以及心头不想承认 却又真实存在的情愫 时间往前推一年 如果有人说 他将来的道理 是打耕人衙门里那个小铜锣 骆玉恒会嗤之以迪 可命运就是如此奇妙 当初在他眼里 属于晚辈 乃至孩子的一个年轻人 今时今日 已经和他滚在一床被子里 第一天的夜火平息了 身后传来许七安的声音 骆玉恒刚要说话 腰致被一双手臂还住 火热地稳在后颈流连 他浑身泛起一层鸡皮疙瘩 皱了皱眉 震开许七安 尽量让自己语气平静 道 昨夜约法三章过 你我之间只是交易 仅限于平息夜火 死要面子 许七安无奈道 国师 咱们已经是道吕了 骆玉恒冷笑道 我的道吕只能有我一个 他没再纠结这个话题 沉吟一下 道 你知道我为何每次夜火灼身 便不见外人吗 须得闭关七天 他被远景地趁虚而入 许七安猜测 他摇摇头 当时的夜火不至于烧灼理智 我不愿意 谁都强迫不了 真正让我闭关的原因 是七情 七情 许七安反问 喜 怒 哀 惧 爱 悟 欲 若玉恒缓缓道 接下来的七天里 我会被七情主导 变得不像自己 甚至频频失态 仁宗的夜火 本质上就是七情六欲 许七安似懂非懂地点头 等天亮之后你就知道了 不过 在那之前 我还得与你做约定 洛玉恒眺望远方 告诫道 不准透露出去 这七天里 此时之前必须来我房间 等许七安点头答应后 他关上窗户 卷着棉被 放缓了呼吸 许七安并不困 反而精神抖擞 便披上袍子 离开卧室 他穿梭在破晓的晨光中 迎着寒风 来到温泉中 蒸汽缭绕 温泉略有些烫 但对他来说 温度正好 是不是应该把他也带出来 沐浴 要是怀孕了怎么办 泡在温暖舒适的池子里 许七安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国师本来就是条大鲨鱼 要是通过双修怀孕 其他鱼还有容身之处吗 他是没考虑到这个因素 还是按戳戳再算计了 但表面不说 想到这里 许七安就有些坐立不安了 同时 脑海里莫名其妙地 闪过一句前世的名台词 我会用内功把你留在我体内的东西逼出来 出处已经忘了 但这么骚的台词 他记了两辈子 国师要是有着觉悟就好了 天色越来越亮 半轮红彤彤的朝阳 从东方挂出 许七安炮的通体舒态 上岸穿衣 刚披上袍子 眼前一花 出现骆玉衡的身影 他的表情很奇怪 看到许七安的瞬间 一分安心 一分后怕 剩下八分是恼怒 骆玉衡柳梅倒树 满脸恼怒 你去哪儿 为何不在我身边 剩下八分之后 剩下八分之后